咳咳 医药白宝箱 让你健健康康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在今天 我们的医药白宝箱 今天我们有非常不一样的内容 我们要和朋友们 来关心关于医药保险 不光是医 还包括了药在里边 为朋友们特别邀请的是 医保专家 Medicare专家 这是飞飞参加今天的节目 因为即将要展开的是 Medicare方面的年度的 不管是转换 或者是新加入的朋友们 很多重要的内容 重要的时间表 都会在今天 那么要请飞飞 告诉我们的朋友们 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 千万不要轻呼 哈喽 飞飞 早 你早安 Kamela 你想专家 不敢当 OK 我认为自己可能 比那个一般人多种一点 好 谢谢 不管怎么讲 我想在这一个 Medicare方面 你所接触的 了解的 那么多 点点滴滴 不同的内容 我想是我们需要 借重的 我想今天一开始 我们就 因为今天现在是 9月7号 我们谈到了Medicare 有一些重要的时间点 包括了 加入啦 转换啦 每年都有一个 一个 从什么时候开始 到什么时候结束 我想这些重点方面 先请飞飞告诉朋友们 好吗 好的 你如果是刚满65岁的话 你如果是刚刚才快要满65岁 那你有7个月的加入期 是你那个65岁那个月 再加上你那个65岁的前三个月 跟65岁的后三个月 这7个月的时间 是你的那个初始注册期 那你那个 千万不要错过这段时间 你如果要你的A和B 是在你的生日那个月开始的话 那你一定要之前就申请了 因为你生日那个月来申请的话 那你肯定会延后一个月 你的A和B才会生效 然后再来的话 你也有可能去符合 他的那个特别打开题 比如说你还有在工作 然后你才刚刚要去上市 你的那个公司的保险 那你有那个两个月的时间 你可以在你那生日前 对不起 就是说你要停止 你的那个工作保险 前两个月 其实你就可以开始申请了 可是你如果说 已经上市了你的保险 那你是有那个八个月的时间 那你可以去申请A和B的部分 但是那个记得不要等八个月 因为你上市保险后 你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可以去加入 就是说你拿到这个红兰卡之后 他不是说你拿了红兰卡 那你就什么都不要做了 你还要做下一步的动作 你要拿一个药的保险的话 其实是从你上市保险后 你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可以去拿这个药的保险 所以他虽然讲是讲八个月 可是你要等那么久 再来的话 像那个每一年 的这个10月15到12月7号的话 是这个年度打开期 让那些有加入 C和B计划的人 在这段时间里面 还是说就是想要加入 C和B计划的人 在这10月15到12月7号的 这段时间 他们可以来找一个明年的计划 因为在这段时间改计划的人 他们的计划都是明年的 1月1号才会生效 所以说10月15到12月7号 是已经加入的朋友 可以在这段时间改换计划 或者是就是你不改换 那就是stay下来 就是他会自动的 我们讲自动renew吧 对对对 OK我们不需要去签什么东西 或者要去通知什么 他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 他自动renew 是可是每一年计划 都会有一点点改变 在这付费上面 OK 它的费用可能不一样 或者是说 它的那个城堡的一些药 或是它的网路 可能会有改变的 所以通常在9月份的时间 你们会收到就是那些已经加入 那个medicare的人 他们会收到他的那个计划的 那个变更的一个内容的一封信 就是保险公司会寄信来通知你 你的计划做了哪些改变 9月份他们一定会收到 那他们应该要做个renew 也就是说他要做一个review 要看一下他们的变动 是不是跟你现在的健康状况 还有经济状况 就是说你还能不能接受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 在10月15到12月7号的时间 你一定还要就是说 再去看看 你是不是拿别的计划 那比较合适 然后你去做个比较 之后你再来决定 是不是有要更改 OK 所以这个月是大家会接到 原来的保险公司寄出来的通知 说明如果有任何的改变 包括了费用或者是 医生或者是网络 还有药物方面 都会在这一个说明上面 可以看得到 对 好 那么我对不起 我打个差一个题 那个这个说明寄出来的是 英文还是中文 有没有中文翻译 你如果说 有一些保险公司 它是有那个中文的 OK 但是那个大部分的保险公司 寄的都是那个英文的 那如果 它认得我们 我们认不得它呢 怎么知道 有什么 我们可以请你 能不能麻烦 请菲菲帮我们 那个时候可不可以 那个时候收到了 这个是 它认得我们多 我们认得它不够多 请请下 可不可以请你帮忙 有很多那个华人 我们确实会有这样的困扰 就是如果说你要看不懂的话 那你可以打电话 给你的经纪人 跟他问一下 我现在的医生 他明年是不是 还有在网络里面 还有就是 我现在用的这些药 在那个明年 他是不是还有在网络里面 还有这个价钱上面 要 也就是说 你要知道一下 就是这付费上面 你是不是能接受 这样 因为他有时候的药 他可能本来是在 那个第一层 还是在第二层 可是他改了 OK 他这个药 他变得比较贵了 那你要看一下 看你是不是还能接受 有时候 那个退休之后 那个小钱都是要非常非常的 就是要注意 对 要那budget一下 不然的话 有一些是那个长期服用的药的话 就会变很贵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 对不起 我刚刚打断了 菲菲的这个分析 这个说明 所以10月15到12月7号 这是年度打开期 要改换新的保险 或者是说 在这个期间的话 都是在这个时间申请 但是任何时候 刚才菲菲也强调了 你生日的前三个月 后三个月 加生日那个月 七个月 都是你可以第一次 第一次加入申请 就在这一段时间 好 我想请菲菲也谈一下 我们很快的 因为刚才你也谈到了 有这个药物保险 有这个红兰卡 有这个医疗保险 是否我们在加入的时候 都必须一定要有 药物保险 要就是这个 我们讲说 prescription的药物 一定要买保险 你如果说有了A和B之后 然后或是你只有A 然后或是你只有B的部分 你都可以拿药的一个保险 那其实那个政府 他要你拿到A和B之后 就要去拿一个药的计划 因为A和B是没有包含药的 你或许在那住院的时候 他有一些药物 他有包含在B里面 他可以像那个一般的人 在那住院的时间 那那医生 他如果说要治疗你 那他肯定是要给你一些药物 那你这些药物 你是有包含在B里面 OK 所以就是说 你在住院的时候 你是有药的 可是你一出院之后 你的药那个吃完之后 那你就没有药了 所以那个政府其实是 在你拿到帕B之后 他给你63天的时间 去拿一个药的计划 所以也就是说 我刚才讲说 如果说你要上市了 你这个公司团体的保险后 他虽然告诉你 你有八个月的时间 你可以去申请A和B 可是他其实就是 他只有给你63天的时间 去申请药的计划 所以你比如说 你是就是你上市了 这公司的保险 你三个月之后 然后你才拿到A和B 可是你这时候却没有 那个机会去加入B了 你要等到他的打开期 OK 那你这个打开期 那你已经错过了 那你可能就要等到 这10月15到12月7号 可是但是你错过63天过后 你会有一个罚款 那你这罚款是 你只要在这个Medicare的系统里面 也就是说你有在用这个Medicare 那你这个罚款 它是那个终身跟着你的 就是那个 他是那个 如影随形 是是 所以就是加入提示很重要 那我们刚才没有谈到 比如说你错过了 那个加入A和B的时间 在那七个月的时间 那你没申请 然后 那或是你错过 你这个八个月的时间 就是上市那公司的保险之后 那你错过了这个八个月的时间 没有申请A和B的话 那你可以申请的时间 是那个每一年的那个一般注册 就是也就是说 是那个一般注册期 是那1月1号到3月31号的这段时间 你可以来申请A和B 那那个通常在这段时间申请的人 他们的B的生肖日期 肯定是7月1号 所以你如果真的错过了该加入的时间 那现在你就会说 你的这个间隔 你的gap 就是你没有保险的间隔会更大 那罚的钱就更多了 哇 这个很多可能朋友们 这个可能都没有那么样子的注意 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一个 会有这样子的影响 而这个罚款 这个叫做如影随形 这是跟的一辈子 这是一辈子的这种罚款 你只要在使用medicare 使用这个联邦医保 你就必须要就必须要缴交这个罚款在里边 好那我想请 就是请菲菲也在这儿分析一下 一般来讲的话 像我们刚才你讲了 有A有B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drug 这一个药物呢 要在63天之内 这个保险要选定 要指定要购买 那有没有哪一些保险 不需要另外购买这一药物保险呢 就包含在里面 是 你如果说有A和B的人 那他们可以去加入一个计划叫C 那这C的计划的话 我们又叫做那个medicare advantage 还是那个联邦医疗保险优势计划 他这个C又叫medicare advantage 然后他是由那个medicare批准的保险公司提供的 OK 那有这C的计划的话 C它是一个多合一的计划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捆绑式的计划 它已经把A和B包含在里面了 而且它通常也已经有D了 但是也不是每一个C的计划里面都有D 可是大部分的人能够拿的计划是已经有D的计划 然后他这个计划的话 拿了C的这一种计划的人 他们去看病就不要再把A和B的卡片拿出来了 他们在等于就是说他已经换了一个这个计划 然后让这个保险公司他们来跟他做这个medicare的管理 OK 所以他这种计划通常有那个医生还是在这医疗护理 还是说在这个药房的这个网络 它会有限制的 因为它里面有多给了一些红蓝卡没有的福利 那你这红蓝卡A和B里面没有的福利是像 那个眼睛的保健 还是说这牙齿的保健 还有像那听力的保健 比如说有需要那个助听器的人 那或是说要那补牙 要做牙齿 或是说要配眼镜 这些东西它是没有含在A和B的 可是C的计划 那个保险公司他们的这个竞争厉害 他们会多给一些额外的福利 OK 那他给你这些额外的福利 那他肯定他也要做一些限制 因为他这样子的话 他可以把这个医疗费用降低 OK 也就是说因为他们是一个这个盈利的机构 那他们总是要赚钱的 这保险公司他要赚钱 所以他要看要怎么样来帮你们做 再就是说让你受贿 那他们也要受贿 所以那C的计划 其实那加入C的计划的人是蛮多的 蛮多人加入C的计划 因为那个传统联邦医疗保险A和B 它不是给你保全部的 A的部分 你如果在你没拿别的计划之前 A的部分有个这个deductible 那A是主指的是你在那医院的保险 那A的部分的话 他的这个住医院的这个deductible 是1484块 一年 就是你刚开始住医院的这个第一天 到60天 你要先付一个1484 那你这1484 是以那个60天为期 也就是说你每次住医院 在60天过后 你如果又再一次去住医院 那你又要再付一次1484块 哇 OK 是 而且那个61天过后到90天 它有费用的 那这个费用也蛮 它的这个call pay 就是那你每次 就是第61天该 开始每一天费用是370 那第91天过后 你有一个那个终身保留日 只有60天 也就是说第91天过后到150天 你每天的call pay是742块 所以是蛮多钱 那你过了150天之后 那个联邦政府的 它的这个联邦医院保险 它就没有保你了 你过了150天 等于就没有了 可是B的部分的话 你除了自己要付20%之外 你call b有个deductible 那这个deductible 在今年是203块 203块付完之后 你要付20% 比如说你快到的费用 是那10万块 那你除了付203块之外 还要再付2万 对 你还要再付2万块 所以就是拿了A和B之后 你要不就是拿一个 就是那个medigab 也就是说那个medicare supplement 去补那20% OK 然后你拿它这个medigab的话 它是补缝的计划 所以它会帮你补 就是你的这红蓝卡A和B 它要帮你的 就是你A和B 那你看病 就是你自己要付的部分 你的这个 你的gab 它会去帮你补 那要看你拿哪一个计划 它这个medigab的计划 基本上面就是在2020年过后 具有8个计划 在里面 那你可以去选 看你要哪一个计划 然后你之后 你还要拿一个药的计划 你这是 比如说你要拿这个medigab 那你还要再拿一个药的计划 但是那个大部分的人 选C的计划的话 那他就不用再拿一个药的计划 OK 那你如果拿C的计划的人的话 A和B刚才讲的那些费用 那你可以暂时跟他忘记 因为C的计划 你现在拿这个计划 那你就按照你这个计划的规定 来付费 所以刚才讲的那个1484 那些东西你都可以暂时忘了 因为你这C的计划 它会给你规定 你住医院要付多少钱 然后你最多要付几天 然后你去看病要付 比如说看家庭医生 专科医生 那你要付多少 这个C的计划 他有他自己的规定 就不是刚才讲的那个20% 就会有不一样的费用 所以这个是C的计划 是包含了刚才我们讲的 包括了deductible 包括了20%copay 包括了这个几天之后 是多少几天之后 是多少的 这个都在C的计划 全部cover住了 全部cover 可是他不是全部帮你付 他就是说 他有自己的规定付费 他有自己的一个那个copay 还是这个coincense的费用 这样 但是他这个费用 他不能就是说 他这个付费 他不会比A和B 里面的还要高的 OK 他通常他这费用 都比较reasonable 也就是说都还蛮合理的 都不是太高 那你网如果大一点 可能那你的付费 就会高一点 而且他每一年 他会有一个 那个付费的上限 他会告诉你 这一年 你如果用了这个计划 那你最多就是付到 他的一个上限 就是这么多 但是在这边 我就不方便讲 讲那些数字 OK 我只能够就是点到为止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那么在我们结束 今天的节目以前 朋友们在刚才 会觉得 朋友们会觉得 哇 这个讯息量那么大 那么多 一下子又是A B 一下子有C出来了 然后还有药物计划 然后还有这个 Medigap 这些一下子好像 我们都弄不清楚 不知道到底如何分辨 怎么样子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我会建议朋友们 你最好的选择 最好的办法 就是和飞飞联系 因为节目当中 那么多的讯息 当然稍后 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网路上 在YouTube上面 再重新收听 但是每一位朋友 你有你自己的问题 你自己的疑惑 电话 你可以直接打给飞飞 281-777-7738 281-777-7738 你可以直接和飞飞 在电话里边讨论 或者也可以约个时间 到在中国虫的办公室 和它面对面的讨论 好 我想我最后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 这个节目以前 飞飞 我想问一下 刚才你讲到的 Medigap 它必须要再加一个drug 要另外再加一个药的计划 而C本身就包括药物在里边 那么Compare 我们刚才在讲 一开始讲的传统的 这个Medicare的保险 包括了A跟B 这个保险的话 红兰卡的这个保险 还有这个花费方面 显然的就是 这个Medigap 这个supplement 他们会cover的更多 但是里边的E 我们这样子讲好了 最大的不同 这两个最大的不同 是在哪里 一个Medigap 一个是C 到底它两个 最大的不同 是在哪里 都是可以使用网络呢 还是在区域方面 像有人说 我是在Fortbank County 我在Harris County 这些是不是都会有所限制 你如果是C的计划 那它肯定是有 这个网络的限制 然后它这个网络的限制 是有包含到 你的这个医生的网络 还是在药房的网络 的这个限制 那你如果说 拿那个Medicare supplement的话 它是那所有 那个Medicare的系统 也就是说 全美国的这个 Medicare的系统 的这个医生 你都能够使用 全美国的 可是你如果说 用C的部分的话 C的计划 它有时候 它的网 可能小到 就只有 那Harris County 跟着Fortbank 还有那个McGamory 可能就这么大 可是它有一些网 大一点的 它有可能 有到Dallas 还是在Austin 通通都可以用 也就是说 你的网 就是那局限在 这个部分 那它有些 又可能 比如说 这C里面 它有 那HMO 跟PPO 那这PPO的话 它又有 含就是 In-network 跟Out-of-network 可是你用 Out-of-network 那你通常会付 比较 就是说 那会付 贵一点的钱 OK 那这C的计划 的网的话 每个计划的网 是不一样的 可是你如果用 这Supplement的网 是全美国的网 全美国 就是只要有 他这个医生 他有接受Medicare 那你都可以 给他看病 然后 然后我觉得 他有一个 那个最大的 那个不同 我点出来 就是说 你拿这个 Medicare Supplement 你到 比如说 有一些人 他蛮注重的医院 像那M.D. Anderson 的这个医院 那你用这个Medicare Supplement 他一定会接受的 OK 可是你如果说 是要到那M.D. Anderson 你拿这HMO的计划 大部分M.D. Anderson 是不会接受的 OK 那PPO的计划的话 也不一定接受 我有看过 那个客人 他有一些 他要去用 这M.D. Anderson 的这家医院的话 有些PPO的客人 那他可以去看 但是有些客人 他用同一个计划 却没有办法进去看 因为他的M.D. Anderson 他们这医院 他们真的是 有时候是那个 case by case 他可能要看 你的病情 是不是对他们 有这个研究的 这个价值 或是什么 那你说不定 就可以进得去 那有 然后我曾经有 有过客人 他拿着HMO 可是他也透过关系 他也进去看了 这个M.D. Anderson 所以 那所以我觉得 拿C的计划 是呢 case by case OK 可是你拿着 Medicare supplement 的话 你是一定可以进去 这个M.D. Anderson 的这个医院 好 所以呢 对于这一个朋友们 这一个分析 朋友们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想在选择方面 依照每一个 每一位听众 你各自不同的情况 你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不同的安排 但是什么样子的内容 最符合你的需求 那么这一个主要的问题 每一个人的case不同 那么还是建议 朋友们可以直接和 菲菲联系 281-777-7738 好 时间8点59分 我们今天在这个医药 白宝箱带给朋友们 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容 讨论的就是关于 在Medicare 联邦医疗保险 那么也不要忘了 10月15号 就是年度打开期了 已经在使用这个保险的朋友们 你要换保险 你要如何改换 怎么样子 是最合适你 优势最大 你可以掌控 你都可以 记得 10月15到12月7号 是最重要的时间 那么现在 你也可以和菲菲联系 281-777-7738 好 节目在这里 告一段落 再次的谢谢菲菲 参加今天节目 菲菲 谢谢咯 谢谢 谢谢 下次聊 谢谢 好 拜拜 我们下次见 拜拜